大家好,我是温顺 今天说的话题就是安置护封建 这次是我第一次 录关于游戏网主题的YouTube短片 希望大家可以给点意见和留言 告诉我这个短片我弄的怎么样 So,就关于最近大家 讨论安置护封建贬值问题 为什么突然说安置护封建的价值已经不在呢 Facebook和日本讨论区都有在聊这个话题 Facebook当然就包括马来西亚、台湾、香港 我没什么留意,香港应该也会有 然后就说这卡的价值到底 甚至还有日本讨论区说 这张卡还值1000日元吗 然后就大家都在讨论中 原因是什么 位于美国所举办2016的游戏王世界赛 就时间在于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22号的8月 在美国欧兰多 然后在第一场的那个Swiss game呢 就由2015的世界冠军日本选手 Hiyama Sunsuke 对法国选手Baccia上面 比赛独中导致了这个判定的出现 在比赛第三盘的时候 法国选手发动了暗字护封建 然后日本选手场上的白眼的玲珑 进行了连锁二 特殊召唤手牌的青眼白龙 然后精彩判的判决 连锁二特殊召唤出来的怪兽 是不会因为连锁一的暗字护封建所覆盖的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因为据大家所知 就连在去连马来西亚本土的比赛 所有的判定都是 无论你是不是连锁出来 都会因为连锁一的暗字护封建所覆盖 但是在这场游戏王世界赛中 这个理论和这个判定 是完全是被推翻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Youtube寻找游戏王 Yu-Gi-Oh TCG去看回 当了游戏王比赛的过程 就可以看回当初 那个裁判对这个比赛的判决 以及可以表现出 法国选手 接受不了的判定 在这个事件发生后 当然是有日本的游戏王玩家 也就发了email去询问 游戏王日本是务所关于这个问题 当然在日本同一时间 也对这个暗字护封建做出了相同的裁决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到以下这个网址 就是Yu-Gi-Oh wiki.net 如果觉得这个HTTP难打的话 可以去到Google 然后输入暗字护封建加这个wiki.net 应该也会有相同的答案 OK 没关系 不过我已经把那个判决也放在这个PPT里面了 同步召唤的青眼的金铃龙 Face up的话 暗字护封建发动 这个时候我青铃龙连锁 我解放这张卡特殊召唤苍眼的铃龙 这个时候 特殊召唤的苍眼铃龙 会变成Face down的情况 对 答案就是 暗字护封建效果覆盖表示 他是说暗字护封建发动的时候那个点 也就是说 发动的时候他就会 记录场上现在所存在的怪兽 也就是说 不再记录里面的怪兽 是无法覆盖了 是这个解析点是有一点怪怪的 不过也解析得通 这个就是他带过了 为什么不可以覆盖连锁二特招 怪兽 你们可以看到 热期也是16年8月20日 跟那个世界赛的热期是一模一样 基本上我觉得是接近同步吧 这个裁决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由面具变身连锁所特殊召唤的面具英雄 也就是M Hero 暗爪等等 都会安全无视 只要你是对着那个暗自负空间连锁出来的 然后由陷阱卡和死人的附身 特殊召唤的怪兽 也会安全无视 而且当你把这个暗自负空间放在主卡组或者背牌的话 也无法有效的对青眼玲珑和青眼的金玲珑做出干扰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盖他们 但是他们依然可以连锁你特招 也就是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赛了理论上 然后只要是对应暗自负空间连锁特殊召唤 也就是说暗自负空间连锁一 你只要是联手而特殊召唤出来的怪兽 是一律都不会被覆盖 然后最重要的是重点还是9月份的Extra Pack里面的新系列 Cosmos 日本翻译还不知道 Cosmos系列里 这些等级大概是level4以下吧 他们全部都会有一个共同效果就是 把自己解放从手牌特殊召唤Cosmos系列的上级怪兽 也就是说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暗自负空间已经是对这个系列完全无法带来一个强大的干扰性了 如果你们是说热自全时之输的话 也会有副作用啊 就是你有机会是让对手补牌啊 因为它的副作用就是结束阶段的话是可以进行抽卡的 那个热全时之输如果那个10点用错的话 OK影片就到此为止 大家如果有对游戏网规则上的问题 或者希望我可以对一些旧系列的游戏网主题 可以搞个短片可以留言在YouTube给我 然后麻烦大家顺便给个like哦 谢谢观看